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金益杯辩论邀请赛副赛场次I的比赛 我是本场主席钟宜佳 在比赛开始前先给各位一个温馨的小提醒 请各位将手机调整为振动或关机 再者请在场内随意走动以免异乡比赛的进行 谢谢 首先介绍变题 本场比赛的变题是 台湾应克征肥胖税 接下来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 在主席前方右手一位是刘彦离先生 这位是杨彦忠先生 这位是江哲耀先生 接下来介绍双方辩设 正方是澳洲悉尼大学代表队 一辩郭雪飞 二辩张雨晨 三辩盘同居 同时也是今天的节变 反方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正方一辩程提应 反方二辩苏英祥 反方三辩隐航 同时也是今天的节变 接下来介绍比赛规则 本场比赛 凯奥瑞钢444日 及深论直询答辩及解辩课 4分钟 4一席将于结束前30秒按0一响 结束时按0两响 届时请台上辨识停止发言 现本期宣布 比赛将于0响一分钟后开始 比赛将于0响一分钟后开始 зал报道 比赛将于0响一 互指定上辨识的版本 请政方依便上台声论 明显上升趋势 根据国际肥胖任务小组IOTF 接受世界健康组织委托搜集所得知 世界28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儿童及青少年 体重过重及肥胖盛行率资料显示 台湾青少年以男生26.8% 女生16.5%名列第七 与美国并列 较之同渊同种的中国大陆高出一倍之多 青少年由于身体尚未发育成熟 身体机能无法承受超重所带来的额外负担 即引发气喘 疲劳 乏力 关节痛 及睡眠障碍等躯体症状 同时由于肥胖所带来的自我形象严重扭曲 十半处肥胖青少年在集体活动中受到歧视 带来情绪 行为 心理等问题 同样的 根据研究显示 70%至85%的青春期肥胖会发展为成人肥胖 竟然引发重大慢性病 在台湾 2004年民众十大死因中 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就占五成以上 花费的医疗成本相当客观 以美国而言 每年由于处理肥胖问题的医疗费 即高达750亿美元 占医疗总支出的9.1% 台湾一届甚至预估 台湾的2020年时 较有三分之一的健保预算 要用来给予肥肥胖相关疾病的诊疗与矫质 过度肥胖 同时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损失 使得他们很难为社会继续创造价值 而同时造成的疾病 残废 死亡等 也使其自己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故 在这样的情况下 青少年肥胖的问题和逐年增加的趋势 都急需遏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大量资料显示 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缺乏食量运动 是造成青少年肥胖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 饮食习惯的改良 以及运动量的增加 也是改善以及预防肥胖的主要方式 根据蔡淑芳教授的研究表明 青少年常见饮食问题主要有五项 分别为省略餐食 洗食点心 洗食快餐 喜欢含汤饮料 少食蔬菜水果 为改善这一现象 我方提出在台湾征收肥胖税 具体计划包括 对含汤类饮料 快餐速餐 油渣食品以及甜点零食等 高热量无营养的食品增收 25%到35%的肥胖税 与此同时 将此来水收 由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 加大生存力度 推广健康的饮食结构与生活理念 第二 新增中小学运动场所及器材 自主校园运动工程或社团的建设 鼓励青少年增加体育运动 第三 对健康食品产业如蔬菜水果业进行补贴 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报告 当美金含汤饮料增收35%肥胖税 其销量将下降28% 与肥胖税类似的烟草税中 当烟草的税率上涨33%的话 烟草销量将减少8% 当价格上涨达到70%时 全球1.14人将不会再吸烟 这就是根据基本经济学定理 售价上涨时需求量将会下降 所以青少年对于上述高热量食品的需求 就可以通过价格的增加而为有效降低 达到控制饮食降低热量摄取的要求 此外 在蔡书方教授所著青少年饮食问题 与建议一文中明确指出 由于西方饮食产品的大量引进 价值工业化的影响 许多家常以为方便健康安全 因此增加了使用力如稀释快速的机会 而学生则普遍缺乏营养知识 由此可见 增加健康饮食知识的推广宣传的力度 帮助学生和家长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有助于减少青少年对垃圾食品的需求 与此同时 世界健康组织在2006年明确指出 学校体育的实施是增进青少年的身体活动量 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 只有扶持中小学体育运动 才可以有效达到 使青少年加强运动锻炼的目的 最后 由于肥胖税使得垃圾食品价格上扬 不单单是青少年 普通民众对垃圾食品的需求也会减少 而应用肥胖税款 对健康食品产业进行补贴与扶植 由此降低健康食品价格 扩大需求 鼓励于培养民众健康饮食习惯 也可推动食品产品结构 由不健康向健康方向发展 谢谢 请反方二面上台提讯 谢谢 谢谢 各位好 等会呗 全员 您好 各位好 agoraomon 地 inad 要lex 两点 明确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是解决台湾青少年肥胖的问题 解决青少年以及儿童的肥胖问题 儿童的不解决 没有高扣 我刚讨论的是青少年的问题 好 那确认一下 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遏制台湾青少年肥胖率的逐年增加趋势 就是防止青少年变得越来胖 对的 确认这两点 我想请问这张便友 有没有台湾青少年肥胖率的数据资料 有的 刚才我放在意证稿中也指出了 是这样 这段有点长 大概多少 没关系 根据国际肥胖任务小组IOTF 接受世界健康组织 百分之多 你直接告诉我 这样 那台湾青少年以男生百分之二十六点八 女生百分之十六点五名列地七 与美国并列 好 那我想请问这张便友 他是通过什么指标来判断 这些青少年是肥胖的 就是通过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公认的指标BMI 您方知道BMI的指标是怎么计算的吗 请您方指教 就是体重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公式我背不住我怎么开始说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是用你 那请问这张便友 一个人的体重有什么来决定呢 一个人的体重有什么来决定 我这样来回答您吧 可能是包括有天生的遗传 这是第一点 应该是说可能有骨头 可能有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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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其他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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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请问这张便友 那么什么叫肥胖 什么叫肥胖 肥胖在 我们说一个人肥胖 那看起来很大致 不是不是的 在世界健康组织的定义当中 就是在身体的指标 肢堆积过多 指标超过它的定义 才叫肥胖 不是看它脂肪过多吗 因为现在我们遵循的都是世界标准 好 平方的标准是BMI 还是脂肪过多 因为肥胖的定义应该是 一个人体所含有脂肪堆积过多 导致它身体变得比较烫 那我们就通过BMI指数 发现到BMI超过27或30 它可能就脂肪堆积过多 我这样说没有错吧 您说的超过27% 不是保安控制性 是BMI指数27以上 或30 每个地球不一样 就因为它过多或肥胖 所以就认为它脂肪低积过多 我这样子说没有错吧 呃 认为它脂肪低积过多 不就是肥胖的意思吗 好像不是 不是 我觉得你说的不是 那肥胖的意思是什么 在你方的概念里 呃 好吧 就是BMI超过很多 BMI应该很大胖 对 因为BMI 你认识它吗 不认识它 不认识它 它是斯瓦性格 下面这个人认识吗 呃 斯泰 这个我知道 在你概念里 他们两位胖吗 应该都不胖 挺壮的 挺壮的 壮的胖一定不一样 他们BMI都超过百分 超过30% 呃是 我刚知道BMI的缺陷 是的 是有两方面的缺陷 好 谢谢 您方知道缺陷就好了 好 往下 请问您方的制度 方案设计 这个客针的范围有哪一些 客针的范围 包括 呃 寒糖的饮料 寒糖的饮料 是 快餐 有家食品 甜点饮食 我想请问这方面有 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 而导致肥胖的人数有多少 您方有资料吗 呃 不好意思没有 没有 那您方怎么知道 您方通过客针这一类食品 能够让他们少吃一点呢 因为我方有资料显示啊 您刚刚说没有资料 现在有资料 啊 对不起不是你说的那种资料 呃 您刚开始指的是 就是饮食不均衡的资料嘛 但是我方有 谢东友 谢各位 好 谢谢 请反方一面上台声论 咱们的面上台声区 请不吝点赞 到这地方 最后 我看见 要是 其他的 就好了 看看 温可 正好 根据我方二辩刚才的质询 我们可以知道 对方便有今天想要达成的利益 是降低青少年的肥胖率 他们首先给了我们一份资料 告诉我们说 台湾现在青少年儿童的肥胖率比例很高 经过我方二辩的确认 他们用的指标叫做BMI BMI是指一个人的体重 处于他的身高的平方 也就是说他不能直观地反映出 这个人身体脂肪所占体重的比重 也就是说 我方便有刚才拿出图片来说 像史泰隆 施瓦辛格这种 他们的BMI指数都已经超标 一个是33 一个是30 但是他们并不能够算肥胖 所以对方便有所说的 在BMI超重的这个人群中 有可能存在那些骨密度较高 肌肉纤维较高的人 在排除这些因素之前 对方便有没有办法直观地告诉我们说 台湾到底有多少青少年 他们真正是肥胖的 台湾真正肥胖的问题 它有多么严重 所以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 我方认为对方便有的需要性 是不太成立的 紧接着对方便有想要通过 对含糖饮料征税的方式 抑制台湾青少年儿童的肥胖比率 可是对方便有也说了 不良的饮食习惯 只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很多主要原因 比如说遗传激素 基因缺失 疾病或者是心理因素 而在不良饮食习惯这一个方面 又有很多 比如说你是吃什么吃太多了 或者是偏吃什么都不吃 所以在这一部分 不良饮食习惯的儿童中 吃对方便有所说的那些含糖饮料 从而达到肥胖的人口 到底有多少 对方便有也没有给我们说明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对方便有今天想要征收肥胖税 他们的目标人群到底有多少 如果说一百个人中只有几个人是因为吃含糖饮料 吃这些东西而导致肥胖的 那么对方便有这样的一个肥胖税 它合理性所在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说 由于可能是时间的原因 对方便有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 这个费要怎么收 课税的范围到底是哪里 科税的时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征 达到什么范围以后就不征了 然后呢 这个科征的税额到底是多少 他们给了一个范围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科税的方式 是一次性收还是征止税 不过这都没有关系 希望不用便有在以后的时间 慢慢的把他们详细的计划告诉我们 因为如果对方便有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案 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话 这关系到他们的利益能否达成 所以在解决力这方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检证 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对方便有目前的情况 解决力方面不太成立 紧接着我方 对方便有想要真的税是含糖饮料 但是我方有数据资料显示 相较于热量摄取脂肪量摄取提升 较有可能成为国人肥胖恶化的原因 更有资料显示 若紧对临时饮料客税 即使国人完全不消费该类食品 也仅能降低 国人热量与脂肪摄取量的3%与4% 明显从解决力方面来说 对方便有好像达不到他们的效果 所以从各种方面 不管对方便有到底 他们征收的针对对象到底是哪些人 还是他们能够达到哪些效果 对方便有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表示 而且对方便有 而且在这里 我也想请对方便有回答一下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你们所征收的税收 会不会因为价格的波动而减弱 甚至丧失他们的效益 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上东西的价格 本来就会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提升价格 所以你今天征收的20%到30%的税收 到底会有怎样的效果 这些请对方便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谢谢大家 请正方三遍上台质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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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今天是要维持检状是吧 我方是要维持检状 那您方于是就质疑我方的 首先我们从线通需求性来看好不好 您方认为就是说是因为我方采用的是BMI来比较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您就觉得我们想要降低肥胖率这样一个需求性不存在是这样吗 不对这方面有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您方采取的是BMI来计算 而我方也说过了用BMI 单纯用BMI比较比较不能客观的反应出这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说您方觉得我方的需求性是不存在的是吗 这方面有您方的需求性不太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太能够成立 降低肥胖率跟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有关系吗 等一下这怎么又涉及到方式问题了 这就是采用的采用什么样的问题 您要降低肥胖率 首先这个问题要存在 就是台湾的肥胖人口要很多 您才有这个目标 对不对 首先为什么人必须要很多我们才能降低 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外表没有关系 我想请问您 就算退一万步讲好了 就算台湾没有很多的肥胖人口 有10%的儿童还是肥胖的 那您告诉我 我们想要降低可不可以 这方面有 可不可以吗 可不可以吗 等一下这个10%的含义是什么 我就是举个例子 可不可以吗 这这里有一个标准 你如果说肥胖人口不多 1000个人就只有一个胖子 一定要让他减肥 那目的何在 好好好 我想请问您下一个问题 您告诉我们说是 您说我们今天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他肯定有很多原因的作为一个青少年来说您觉得影响他体重的原因 我方知道当然有成人有遗传啦有这些方面那您告诉我还有什么 你遗传对成人和孩子好像是一样的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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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除去遗传 您告诉我对一个孩子还有什么方面有影响呢 这个对于成年人和孩子来说有区别吗 当然有啦 你这样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的中年人他的心疼耐心就会减满他就显得比较胖嘛 但是我们就今天我们今天就讨讨论青少年好嘛对外没有好不好 我们讨论就是青少年嘛对不对 对对对嘛讨论是不是青少年嘛 您要讨论青少年可以讨论青少年 是啊是啊我刚就要讨论青少年 您让我说完好吗 来来来对外没有这样来您告诉我 您读一下我给您看我读的对不对 儿童即青少年肥胖的主要因素第一饮食习惯不良第二身体活动不足 这个是根据呃呃您看这这里全部是reference OK我读的没有错吧 这方面有主要因素的含义 你不觉得这个词 那您告诉我主要因素的含义是什么 这方面有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一个比率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每一种因素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呃我们都想要都是要学习好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我要有一个好脑瓜 然后我要呃要刻苦学习对吗 那比如说一个人学习好 我究竟好脑瓜占百分之几 我究竟刻苦学习占百分之几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呢 这方面有您什么意思 而我的意思就是说身体健康 呃呃呃 可是专门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税收的问题 我只大是讨论的是一个税收的问题 对啊没有 麻烦是严肃一点好不好 对啊没有 不是我不严肃 是您太严肃了 对啊没有 你要解决这一个问题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您不算比例就给就给一份资料 对啊没有 我方胡诗不给您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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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政方二变上台政论 我方胡诗不给大家 好首先要澄清几点问题啊 首先第一点对方对方便有说 似乎我们给不出一个到底这个饮食是占了多少的比重 一个确切的百分比我们的这个需求性就不存在了 这是我方三面前面在质讯的时候就说的 今天我一个人好好读书或者我用功学习 跟我最后拿好成绩之间 我们都当然都知道是正相关的关系的嘛 但是到底它占了多少比例 您方能不能给出 是不是因此就说我们就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呢 我们努力学习难道不是对成绩 其实是有帮助吗 同样到底套到今天这里这个话题上面 所谓这个健康圈或者说是这个肥胖税 您方也承认了饮食是占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是不是说其实只要饮食控制得当 或者说饮食的更好的话 不就是也是一个对肥胖来说是一个减缓的一个态势呢 好清楚这一点之后再是第二点澄清 对方没有似乎整个依便稿啊 可能是我方没有讲清楚 似乎一直在误以为我们只是在对寒糖饮料或者是糖果的东西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捐税 其实我方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嘛 不光是寒糖饮料和这个糖果的东西 其他也包括什么油渣的食物快餐速餐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包括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的 其实对方医店的时候也很有趣讲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说寒糖饮料其实占的这个跟肥胖的关系比例不大 最主要的是什么是脂肪还有其他的什么高热量的东西 对啊所以我方也要对这些东西进行征税啊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双方是达成一个共识的 你方也承认了哈 所以说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对我们肥胖的这个比例也是有影响的 好清楚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下去 为什么我们加税加高了之后 我们就会购买力下降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摄入量就会减少 这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今天是开展在一个前提之上的 那就是青少年 青少年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不像成年人他们的荷包是有限的吗 他们零用钱都是有限的吗 所以说他在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力的情况下 他们购买的东西 所以是他们要考虑他们自己有多少钱 所以才能购买多少东西吗 所以我其实有一份报告就已经指出了说 青少年的零花钱的多少 跟他们每周可乐的消耗量 或者说是这个碳酸饮料消耗量是一个成真比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我有多少钱 或者说我购买力多强 我买的可乐就有多多 所以因此他有同样的道理 今天所谓的将加个肥胖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 我在我这个总利用钱零用钱不变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是购买力下降了 购买力下降的话 难道不就是将刻一将 难道不是就指的是说 我买的这种垃圾食品就变少了吗 同样的道理 不就是说我这个垃圾食品涉入也变少了吗 其实这是一个理论层面的东西 但事实层面难道没有吗 也有 在法国就有个数据已经显示表示了 是说在法国在7年之内 就因为加了这样一个肥胖税 这样一个东西 使青少年的肥胖率下降了 下降了20% 同时美国也有个数据显示 将韩糖饮料的这个科生税 加了35%的肥胖税之后 它的销售量也下降了28% 所以因此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 我的价格上升了 我购买力下降了 我当然买的东西就少了吗 因此你放这样的话 我放其实需求性跟根属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好这样接下来的话 对方便又可能 对方便又在怀疑我们解决力的问题 我方讲的很清楚 真税就真的是25%到35%的这样一个税收 所以宁方也不用担心 如果有问题 我可以继续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好清楚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宁方可能接下来 宁方接下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是第一 为什么我们针对是青少年 因为青少年跟成人不同的地方在于 青少年首先它是 就像中国大陆有句话 这个青少年是祖国的滑入未来的希望 因此我们今天确保了青少年的健康之后 首先青少年现在如果肥胖的话 导致的结果有很多不好的结果 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 糖尿病等等问题 都是青少年会养成的 第二 有数据显示 80%在青少年就肥胖的人 成年之后还仍然会保持肥胖的状态 所以我方就是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谢谢 请 请反方三遍上台质询 请 各位好 你好你好 好 我方还是要试证一下您的想要观点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您方今天的需求性到底是怎样的 第一个需求性大概您方想说的是 要改善青少年的肥胖状况 是这样子吗 没有我解释一下吧 第一点是说的是因为青少年现在的肥胖比例是偏高的 是比较高的 是正式的地址 对 就是你要让胖子变得少一点是一个意思吗 对 现在青少年胖子满足的 第二是因为年代增长 OK好 所以要改善肥胖状况 这样概括没有问题吧 改善肥胖状况 青少年的肥胖状况 肥胖状况 对这是其中一个 OK好其中一个 第二条 因为在您的这个发言中 包括前面的发言之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因为我听的不是还这个前提 大概就是说 您方需要通过这个政策 纠正青年人或者小朋友们的饮食习惯 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没有其实 纠正饮食习惯什么 也就是为了要保证我们 就是在您方看来 其实这两个其实是病情不悖的 对吗 或者是一个意思是吗 就是您如果饮食状况好的话 应该你的肥胖率也很好 OK好 所以对方便 我继续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您方提出的是 小朋友和大人不一样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 小朋友也没有办法 像大人一样自主选择 什么叫健康食品 什么叫垃圾食品 如果他们的父母 没有这个意识 这样给他们这个垃圾食品 怎么办 所以说我方的这个配套方案当中 第一条就是要加强宣传 不光是宣传给小孩子 也是宣传给大人 这个垃圾食品不好 不着急 不着急 我方只是想说明的是 您方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 达到您方说教育家长的目的 进而影响小朋友 一定能还是有可能 还是多大的可能 我来解释一下吧 首先您方因为是维持现状 所以您方一点利益都没有 但是我方加强宣传之后 当然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 您方认为是一定能就ok了 可以 抱歉我方认证据证明 是因为家长的了解不多 所以青少年肥胖 非常好 确认一下 不着急 不要不要不要 再看一眼这句话 我们再看 就是肥胖除了遗传因素有关外 不要不要您知不知道 现在台湾很多胖的 这样的家庭饮食 多重油腻 也爱食品 不要不要 我们来看前面 不要不要您知不知道 现在台湾有很多胖的成人 他们的子女 也会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我能不能解释一下 因为我看过这样的报道 ok 首先第一 他这个因素对吧 他遗传的这个基因的问题 第一可能是基因会容易变好 第二 重要的是第二 第二 第二是因为这样 其实他还有的是 因为饮食习惯也就类似了 因为基因类似 所以饮食习惯类似 所以我们要最终正在饮食习惯 所以我们其实面对的 不是小朋友的问题 是全台湾社会的问题 不是我们要解决的是 小朋友的肥胖问题 面对的是全台湾 包括他们的父母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单纯的解决这个 小朋友的问题 你解决不了 面对的时候 不着急 能不能解释的 没事 不着急 再具体问一下 您刚要对什么食品喝水 因为您刚很泛泛 告诉我们对饮料 对这个高糖 怎么样 对方没有那种街边摊 你要不要收水 对方没有 不好意思 对方没有 就问一下街边摊 要不要收水 这个资料不用 特别多 不是 不是 我要确保 不会少说 一个是寒糖 也不要 白菜素餐 油炸食品 甜点连食 对方没有 我就问您一下 比如说这边的小吃 它可能是流动摊贩 对方没有 要不要对他蒸水 想问一下 也要蒸 对不对 对方没有有一个问题 怎么蒸 因为你是用热卡 热量大卡去蒸 好我来解释好吗 OK好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台湾是有统计局的嘛 而统计局的工作就是不断 到不同地方去统计不同的数据 然后我们今天 不要不要 我知道了 政府来去鲜炖 你帮我们算一算 大概这些 去调查流动摊贩 这些变动的成本 政府要付多少钱 我方算一下好吗 OK好 首先第一 那些统计局的人 当然他们吃 哎 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第二点 我们申收35%的肥胖水 有数字 好谢谢 这种肥胖水就有统议 可以自己停止发言 请反方二面上台宣论 谢谢主席 大家晚上好 首先先明确一下他们需求性的证明方式 是通过BMI指数来调查 然后呢 告诉我们 台湾的青少年的肥胖人数 20%多 好 那么我方第一点之一就是 BMI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么 像其中一方面 有一个人的体重 有什么决定 有可能是肌肉的密度高 也有可能是骨骼的密度高 也有可能是脂肪堆积太多 所以通过BMI来调查抽出来的统计 大于27或30都不能证明 这个人的脂肪堆积过多 意思就是说 通过BMI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量里面有多少肥胖的人 这是第一点 好 那么通过第一点之后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肥胖 就是脂肪的密度太多嘛 那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会变得肥胖 主要有五种原因 今天着重谈的就是膳食结构 我们想一下 一个膳食结构为什么不均衡 有什么可能性让它膳食结构 不均衡 膳食结构不均衡的意思就是 偏吃某一种食品或成分太多 好 有没有可能是偏好 有没有可能是习惯 有没有可能是方便 或者是因为它便宜 所以呢 对方便有您说 这一部人群去吃这些 三招食品或垃圾食品 或您方所要出样的这些食品当中 人群占多少 对方便有没有数据告诉我们 所以在饮食结构方面 这个人群的分类 对方便有就算磕睡 由于习惯 由于方便 由于它是偏食 就算你磕多少睡 它因为喜欢 它还是会去吃的嘛 好 第二个部分 饮食结构我要谈的是食品 因为吃太多 会导致肥胖 这里要仔细说明 这个食品本身是有问题吗 这边有一份资料 告诉我们 十大的垃圾食品 有包括哪些 煎杂类 加工食品类 饼干类 碳水类 方便面 烹化食品 这个食品单纯来看 它一定会是人体温暖啊 不一定 你一天吃一次 一个月吃一次 跟一年吃一次是一样的概念吗 你吃它就一定会导致人体肥胖吗 不一定嘛 所以经过这个 这个澄清 我们就会知道 膳食结构导致人体肥胖 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食品 如果多吃蔬菜 会导致人体肥胖 不一定嘛 所以 我们往下看 如果是因为有便宜 他们才会偏重吃某一类产品 而偏重吃某一类产品 是他方所要克增的那些产品 克增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 这么高 我想一下 有什么人是因为便宜而吃 比较不健康的食品 通常是低收入人群 都没有有没有考虑到 对客 如果他们 低收入人群 是依赖这些食品的生存的 对方克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五 有没有可能导致经济上的负担 都没有有没有考虑到呢 往下 如果 所以 我方非常质疑对方没有需求性的问题的存在 以及制度的解决力 有没有办法 直达到对方的目标 也就是改善 台湾青年人的饮食机关 或者是台湾青年人的肥胖状况 谢谢大家 请政方一边上台质询 下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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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Item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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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这个指标是世界健康组织 WHO官方所指定所采用的一种标准 而据我方的了解呢 当然它的缺陷 这方面的缺陷我们知道 但是据我方的了解 最主要两个人群 受这一标准的缺陷性影响的两个人群 您知道是哪样的人群吗 我不明白你问的问题 您不是说这个BMI这个值有缺陷吗 就是它漏洞 然后它会漏掉的主要人群是哪两个 您知道吗 也不是说它漏掉 就是它错误计算的人群 它不属于肥胖 但是被记载了 您知道它BMI高于27或30 代表什么意思不知道 对就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不知道 如果人群你不知道呢 我来告诉你一下 有两种人 一种主要是肌肉群极度发达 比如说刚才您给我看的是快龙这样的例子 第二种就是孕妇 我方今天讨论的主要是青少年的问题 还有一个精密度很高 谢谢谢谢 那请问您青少年中这三类比例能有多少 我方很期待您方提供资料 对方没有 因为这样是您对我们这个标准提出之一 所以您需要举证好吗 而且如果不采用这个方法的话 您方要证明青少年肥胖有这个问题 所以原来我方已经指出了 大家都可以想象这几类人群在青少年中比例有多少 然后我想问一下 我想通过相证来知道 青少年的最好比例 也可能不对 好 那么您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计算 所以对方没有 是您方要负起这个主要责任 您方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是吗 其实我方是有的 但是我方不需要给你交代 如果你要进行为 不需要交代什么 那我方还是不知道 不需要好奇 我现在可以给你讲 是我方真的不知道 所以那在这样现行标准下 我们还是下去国际标准好吗 我方有了 我认为啊 我方是认为啊 因为为什么它作为国际标准 就是因为 不好意思 我八年纪 我不是标准吗 我晓得 我可不可以问你第二个问题 您刚刚质疑说 就是我们才对这个政策之后 会对穷人有很大的影响是吗 可能 可能 你们方有没有考虑到 因为他说百分之多的事到三十五 哎好我方有考虑到 我方有考虑到 对有考虑到 为什么您刚才说 穷人购买这种快餐啊 高纸的这种比例反而会高是吗 我方说有没有可能 他的使用 是 那就是低是吗 什么低 那就是穷人买的少是吗 我方有 其实真的啦 有数据资料显示 是多还是少呢 多多 好吧 多啊 您也有说多了 有资料 又有资料了 好的 在你提供前我可以不要离开 我可以 我可以检证吗 可以 嗯 好 谢谢 一会儿拿给我 一会儿又拿给我 好 那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好 这样 呃 那 我给你念一下这个 你看我呢 对 很好 饮用寒糖饮料 每周总的热量 会因每周零用前不同 有显著差异 且每周零用前 五百至一千元的 饮用寒糖饮料 每周总热量平均值 高于每周零用前 呃 更低者 我这里还有 还有系统表格 就是一系列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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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也 也不是穷人 就是 越钱越少的人 就是 买这种 垃圾食品就越多啊 我不懂 你这是 啊 好吧 那好 那好 就说另外一点了 呃 您知道一份慢当劳多少钱吗 我告诉你是120 而一份健康的 饭和饭 它是70元 谢谢 我们每天住 来到台湾都在吃 谢谢您 请先出示请停止吧言 请正方三遍上台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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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謝謝主席大家好 剛才我方一遍在質詢的最後一句話可能沒有說完 我替他說完好了 也就是說現在台灣我來比賽之前特意問了一下 台灣一份麥當勞平均價格也就一百元左右 但我們每天中午吃的河飯其實蠻健康的 也就不過七十元 所以說我剛剛只是想說明一件什麼事情呢 其實在台灣來說啊 窮人吃麥當勞或者這種快餐 它的可能性真的很小 因為在台灣麥當勞跟澳洲的麥當勞不一樣 澳洲麥當勞就跟路邊攤一樣 隨處可見 然後五塊錢六塊錢一個漢堡 然後大家就圖便宜吃嘛 但是來的就大陸跟台灣有點像 就是麥當勞它這種在台灣 它的地位其實跟街邊的夜市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我方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麥當勞在台灣未必是一種 或者這種素食文化 在台灣未必是一種 只有窮人才能吃得起的東西 同樣的 我方今天為什麼 回歸到我方立場 我方今天為什麼要研究是青少年呢 我方二段剛才說 因為青少年 它本身就是祖國的花孤朵嘛 但是同樣的 我方要形容的是什麼呢 因為青少年今天 它呢在面臨肥胖問題的時候 第一有WHO的一個研究報告說 它現在已經全球排名第七胖的一個 其實比例第七的一個國家 台灣市 然後呢 第二 青少年的肥胖會引起一系列焦慮 以及心理生理上各個形態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方認為 台灣的青少年有必要去減減肥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方在想 那麼引起台灣青少年肥胖的原因 就是你什麼 我方給出來兩個 一個是關於運動 你不運動嘛 第二個是說 就是你飲食的文化 這個也是根據 我方一遍 也是WHO組織給出來的 然後我方這裡 為什麼要根據 含糖飲料 然後零食點心 以及素食來徵收稅呢 這根數據來自於 來自於澳洲Cathlet University的一個 叫做蔡舒芳教授的一篇report 然後它其實是根據 提到12345 我數不太過來了 反正根據大大小小的時數個reference 一共總結出來六點 其中第一點叫做省略餐食 第二點叫做喜歡吃點心 第三點叫做喜歡吃素食 第四點叫做喜歡含糖飲料 第五點是水果蔬菜吃得少 第六點是為了結實 OK 我們只討論其中關於吃的幾點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點心啊 素食啊 含糖飲料啊 所以說從這份報道中 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 這就是台灣青少年 或者小孩子們 他們更傾向於食用的這樣一種食物 所以說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主體的對象是為了青少年 為了保護青少年他們減肥的話 所以說我方今天才要針對這三類食物進行收稅 那麼好了我們回到下一步問題 為什麼說我們認為對他們收稅可以造成效果呢 是因為這樣子的我們這裡有一份台北一個中學的調查報告啊 它裡面說 就是隨著一個孩子 他隨著連零用錢的增多 他買這種渴的就含糖飲料嘛 數量就會增多 於是就其實就舉一個很簡單的類比 就是一罐飲料五塊錢我十塊錢 一週我有十塊錢零花錢我就會買兩罐 就是我有多少錢買多少錢 這是數據告訴我們的 然後我方今天要對這些飲料徵收肥胖稅之後呢 這些肥胖稅必然會轉嫁到商品本身的價格之上 那麼這樣子五塊錢一瓶的飲料就會漲成七塊錢或者八塊錢 然後這個時候這個孩子他一週只能買一罐了 剩下的錢不夠買了很可憐 但是他這一週就少喝了一罐飲料 在同樣一份報告中呢 他指出每週少喝一罐含糖飲料 他肥胖的機率就會自然少1.6倍 換言之我們今天徵收肥胖稅 對於青少年來說 因為他們的零花錢是固定的 因為他們對於食品的購買 或者說這種垃圾食品的購買 他們是會考慮成本進去的 所以說今天當價格提高之後 他們必然會減少購買量 而減少購買量必然就會讓他們的身體 起碼從餐飲結構上面得到調整 謝謝各位 請本方一面上台質詢 我還是要確認一下 您方到底想幹什麼 我方想收水 您方想要糾正飲食習慣還是改善肥胖狀況 是這樣子 只有糾正飲食習慣才能改善肥胖狀況嘛 所以還是想糾正飲食習慣對不對 改善肥胖狀況嘛 你是想通過糾正飲食習慣 您方最終的目的叫做改善肥胖狀況 那是是是我方醫院就已經承認過了 那台灣七少年的肥胖狀況問題很嚴重呢 是啊我方有報告顯示啊 你方是什麼報告 好像是WTO的用BMI來顯示的對不對 那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 是通過BMI來顯示的 一個是19.6還有一個是20幾我忘了 總之是用BMI的數據顯示的對不對 對胖沒有那您可以告訴我一個不用BMI顯示 然後說台灣的這種肥胖狀況很低的數據 我幫我們可以來討論嘛對吧 剛沒有您要解決的是 您要改善台灣青少年的肥胖狀況 您不是先要告訴我們 為什麼台灣青少年的肥胖狀況需要改善嗎 是啊 然後您拿出了一個 兩點 我能解釋一下嗎 OK 兩點 第一點就算 第一點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算就算他真的沒有那麼多的胖子 但是他也是有胖子的對吧 有胖子就一定要解決 第二點 因為有好處所以就要解決啊 第二點 我忘了第二點還沒有說 我忘了第二點沒有說 慢慢來不及 慢慢來不及 有好處就要做 所以預防總是好的對不對 要沒有利益需求嘛 預防總是好的齁 就是不管他有沒有胖子 意識一下總是好的對不對 所以不管台灣有沒有這種病 有沒有這種病毒 或者是這種病毒有多少 台灣人都應該從小開始 每種疫苗打一遍好不好 疫苗總是好對不對 我方已經說了 從BMI上已經可以 對還是BMI啊對不對 您方也已經承認了BMI是有缺陷的 所以您方也承認 您方也承認BMI也不太準 那您方沒有給出更準 所以我是不方指導他這一刻 是您方要證明這個問題存在 然後您方給了一個不太準的東西 想要試圖去說你 您方也不太承認 不准是您方說的 我方說在排除那三類之外 剩下的在青少年當中 發生的幾乎是很小的 排除那三類 那三類排除了以後還剩多少 我們只看到排除 青少年沒有練肌肉的 青少年沒有懷孕的 對啊 如果對方面有 這個叫肌肉纖維 還有一個叫骨密度 對方面有 你知道骨密度是什麼意思嗎 知道就骨頭很重嘛 但是你骨頭在的時候 如果你再胖 如果你胖的話BMI一樣 涉及到多少問題 對方面有你有沒有考慮過 你那個BMI算子 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對方面有不是我方要考慮 是世界衛生組織要考慮的事情 對方面有您要解決這個問題 您是世界衛生組織 給出那個數據是幹嘛的 我們不知道 你把它拿來用 你把它拿來用 告訴我們台灣 青少年現在肥胖狀況很重要 是很重要 我剛承認啊 所以 好 好這一點扯不清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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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來沒辦法證明 我們來進入下一個問題 我們要通過 你要通過什麼辦法 來糾正這個 趕下這個肥胖的狀況 收肥胖稅 然後還有三個肥胖 收什麼的肥胖稅 含糖飲料 零食點心 然後素食快餐 高值得的 這些東西在導致 台灣青少年兒童肥胖中 佔多大的比重 絕對的比重 絕對的比重 研究顯示啊 來給一個證明我來看看 什麼叫絕對的比重 答案 常見的飲食問題 第一是小麵菜是第二 喜歡吃點心 第三 喜歡吃素食 第四是含糖飲料 第五是水果 蔬菜吃的少 第六是結實 OK 我們的題目是 青少年飲食問題 與建議 好吧 青 你給我看一下 食料是幹嘛的 他只是說常見的幾個問題 這問題比重到底佔多大 而且您剛說的那些東西 來您看 這個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了 請反方三遍上台新聞 主席好 各位好 南美王好 今天台灣小朋友很委屈 因為他胖 就是因為他平時吃小蛤蜊 然後對外公友就告訴他 他說 誒 你是胖子哦 你就是因為吃這個東西吃的 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那個 所以應該 所以應該怎樣 其實更有趣 對方畢友告訴我們說 因為他的零花錢多 誒 零花錢多 告訴家長說 誒 別給他那麼多零花錢就好了 不 政府要把他的零花錢拿走 拿走 說誒 你看小朋友先給他 所以對方畢友 你不覺得 這樣 就很霸道嗎 小朋友雖然不像我們一樣 站在台前說話 他心裡也會不屈服啊 所以對方畢友 然後還有一個更可怕的 當小朋友剛才說 其實 受精神看我沒有很多人胖 那幾乎沒有那麼胖的時候 對方畢友來說 誒 BMI 大家都這麼用哦 當我方提出質疑說 誒 其實BMI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對方畢友說 啊 你來做 你來做啊 你做不出來 BMI就是沒有問題的 對方畢友是什麼 有點霸道政客的感覺了吧 所以 其實我方今天一想說的是 在政策性變的 很多東西都不有可能性的 而且對方畢友有大量的可能性 呃 據我所知 大概澳大利亞和台灣不一樣 台灣可能沒有那麼多人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吃KFC或麥當勞 可能可能可能 當我們一直問到說 剛才我在質疑 剛才他都是質疑說 誒 他告訴我們說 其實改變小朋友的飲食結構也沒有問題 但是剛才我們已經從質疑的時候 他告訴大家說 其實還是有蠻有問題的 因為他不僅也跟這個遺傳有關 也跟家庭氛圍有關 如果父母喜歡吃油膩的喜歡吃三高食品的話 誒 你會發現小朋友也會自然而然的就跟著吃 所以解決辦法不是這個 我說還有一個數據挺有趣的 大概是說 其實在台灣 他制定了一個制度 大概是一個午餐的制度 每天他午餐的大卡數是900到1000 Dumbill超過了 我們當局制定的25%到30% 這樣的一個指標 一方面給小朋友吃的很多 一方面卻有巧莉迷夢的去收稅 到底是要小朋友們健康 還是不要小朋友們健康 可惜您方在你的替代方案中 從來沒有提出這一條 其實你敢提出掉 所以到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還可以再去追問 Dumbill您知道嗎 其實在我方的數據之下 很多小朋友也跟父母一樣 不是因為他好吃 而是因為他便宜 就是因為他便宜 所以我們才去買他吃 Dumbill一方面 道果為因 或者因果互相編導 告訴我們胖 一定是因為吃出來的 或者吃的一定會胖 在那種不同的邏輯 同時存在的時候 就顯得很霸道 也就是在強行的 跟吃和胖連接了關係 即便如此 我方即便即便推一萬步的承認 可是又沒有聽那些 貧困的小朋友們想一想 他們如果不是這些吃什麼 Dumbill告訴我們 一個健康的快餐是70元 Dumbill你有沒有想到 這麼好 這麼便宜 為什麼我們成年人都不去買 最關鍵的是 這個數據我們也沒有看到 當然這些也都不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古密度 你知道我是一個非常悲劇的孩子 我12歲的時候 我測古密度是17歲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我12歲的時候 其實我的BMI是超標的 當然我是個例 所以當我們問Dumbill說 有沒有臺灣小朋友 有這種個例的時候 Dumbill告訴我說 算不出 都沒有問題 Dumbill就進入損益比較的話 Dumbill 民方既不能給出這個成本的變動 又不能告訴我們 民方確定 是確定能改變這種也是 因為我們的資料告訴我們 其實徵稅的高和低 在外國這個先行者看來 是沒有一點能影響到 也是結構的 所以 至此 我方真的想說 即便對方的需求性 剛剛能成立 民方的解決力 在哪 所以 就是我方筆算的 謝謝各位 請正方二面上台直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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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想问一下,您方的损,您方认为我方这个政策下有什么币吗? 我方看到,因为您方一直都不告诉说大概有多花多少钱 然后你把这个钱扔就是一路路路大 刚刚没有,我们要抓币,首先第一,我方真税怎么会花出去钱,这个我不懂 好,再想确认一下,您方第二点认为的币是不是说我们从孩子手中抢走零花钱了 没有,不是,您方正的税费,变动成本要比较,如果不放在台面比较,不做减法的话 你只是说,您方收钱喽,我们支出了,但是多多是这个 刚刚没有,您方没有讲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政策下会莫名其妙,您方认为付出会那么多 但是我方莫名其妙,是您方莫名其妙的不给你的变动成本是多少,我方发比较好吗? 对啊,您方可以取证嘛 不是,您不是什么样倒推取证责任,这不是大陆的一条官司好吗? 您方一定要每句话都扯到医疗,我方也很无奈了 不是,我在想,在想确认下面一件事,所以您方到底是不是认为政府从这个孩子手中抢走钱了吗? 不是,因为您方说的,您看,您方说的啊,是原话 如果要10块钱,他可以买两杯水,这个时候如果这边请问,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这个真上来的税是干嘛用了? 第一个点宣传,第二个叫做运动,第三个补贴健康世界 对对对,所以说,您方不要着急,您方说的拿走的钱 其实是让他们什么,帮助他们多运动,帮助他们宣传,让他们吃更健康的东西 然后给让他们买这些健康的绿色的食品的时候 钱花的钱更少 所以您为什么认为政府强作 政府缘不缘吗 政府缘不缘吗 我必须得看到政府的确他能承诺的这些东西 您方正质疑的是台湾政府的公信力了 是您方没有要做吗 其实他能做实验 您方正质疑这个台湾政府的公信力 谢谢 声乐与执群的部分到此告一段落 节便将影影响一分钟后看 感谢观看 請反方傑片上臺坐結 主席,各位評委,對方病友,各位觀眾,大家晚上好 其實對方病友今天的需求性是有跳過的 最開始的時候他告訴我們說他要解決青少年肥胖率 或者改善青少年肥胖的狀況 到了過值的時候,他其實告訴我們的是他有點不溫馨 他關心的其實是他的理念的宣傳,他的運動,他的補貼要有錢來做 他就給錢拿來,要收稅 大概這兩個需求性可能因為表述的一讚,聽起來是有跳動的 那我們就從最開始,對方病友他方所說的青少年肥胖率要如何減低說起 對方病友,首先我方從二面的質詢開始一直在質疑你方BMI是不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指標 你方也承認BMI其實有三大類人群大概有一些偏差 也就是你方說的肌肉發達的事態,我們一類的,還有一個是孕婦,還有一類的是 小朋友的股密度可能易於生長條件的加多 所以我方想細細的問你方,到底這些人,而且是吃的這些人 有多少是可以用那個指標去衡量的? 如果正如我方所擔憂,一千個臺灣的小朋友是有一兩個 是由於剛才對方病友所說的這些問題導致的 我們想問一下,為什麼不可以警告他們的父母說 你們的小朋友要不要胖,來解決 而非得要千一把洞全身的全臺灣的社會徵收這個肥胖稅 所以在對方病友回答過這個比例之前 其實我方認為對方的需求性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明 那其實對方病友在這個過程中又告訴我們了一個很好玩的情況 他告訴我說,其實預防就是好的 總是會有胖子誕生 那我們讓他數量減一點好不好 所以又回到剛才的問題 我方的一面對質詢的時候說 如果這個時候臺灣有一種其實都沒什麼人得的病 但為了預防他,我們要不要花這麼大的國民的經濟的一部分去預防他 好像有一點得不常識 除非你方能證明這些人其實蠻多的 而且多到我們不能忽視的地步 但因為剛才指標上的問題 可能這個問題稍微有點模糊化 所以希望待會兒 最後一位起來節便的同學可以幫我們完成這一部分的利潤 那緊接著他方其實告訴我們的是 臺灣的飲食結構是有問題的 他其實想藉由此來改變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補貼一些健康的食品 但其實我們從我方的數據和一些論文中查得到 其實無論他的稅率收的高還是收的低 其實對於臺灣的飲食結構不是太大的影響 那這次我不知道對方便有是如何去想的 因為他改我們的數據是比如吸煙的量 提升稅的33% 就會降低這個購買率的8% 而在我方看來你少喝一瓶飲料 大概也只是0.003BMI這樣的一個值 所以對方便有其實完全完全沒有像您方所說的 立竿劍的效果 甚至我方認為都可能沒有什麼效果 那最後其實就是損移的問題 我方也提出 就算都要不要你強行去推行這個政策 那我們發現有很多情貨的人群 他們可能是買不起的 他們要付更多的生活成本 去買那些便宜的垃圾食品 對他們來講 一方面滿足不了溫飽 一方面有多操腰包 其實這是一個蠻過分的事情 那其實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對方便有今天的因果腺 告訴我們其實吃得多肥胖 因為胖是因為吃得多 所以這樣的因果腺一直在混同 所以我方也一直在清晰對方說 您能不能告訴我肥胖的主因是什麼 但從頭到尾也沒有人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甚至連比例都不告訴我們 他們每一霸燥就說 如果你告訴我們 你告訴我們 否則就按我們的說了 所以面對此情況之下 我們也只能說明的是 在對方便有缺乏辯論成本的這個數據之下 以及他們的獲益之下 我方實在不能做出隨意的比較 這也是對方便有未完成的任務 謝謝各位 請正方解釋上台作解 謝謝主席大家好 剛剛沒有提出必開始凝方的人 我方沒有必要去給您一個把子來打我們 但是既然 既然您方是學中醫的 我就想 其實您方應該很明白 中國人跟外國人對於養生或者健康 或者身體這種狀況的調理是有很顯著的區別的 中國人來說呢 他們更傾向於食不自古以來都是這樣 外國人就像比如說在澳洲吧 大家更傾向於去健身啊 或者就是體育運動啊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發生時代發展到今天以後 食品西方的食品大量湧入台灣 但是台灣的小孩子們 他們其實只是跟上了潮流 只是吃到了西方的食品 但是他們卻沒有學到了西方人運動的習慣 所以說這個時候 我方才說現在導致台灣青少年兒童比例 肥胖比例增加的兩大元兇 第一個就是因為飲食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因為運動的問題 所以說我方在這裡今天提出兩個方案 就是想從飲食方面去解決掉它 並且通過稅收可以去彌補運動 這一塊的損失 那麼我們想一想 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通過 這樣一種方式起到效果呢 第一我方認為 對於一個青少年來說 他們的零用錢是固定的 就像我剛才深論的時候說的 在固定零用錢當中 如果我真的要 OK就像他方所說的 我真的要被國家強取好多好了 然後但是能起到的效果 是我能少吃一點這些素食 少吃一些這些垃圾食品了 這樣的話 對我的健康有好處 對這個國家的花果有好處的話 我其實認為 如果這真的是您方的避害的話 我方認了 第二我方在曾經舉在二遍的時候 舉出過數數的示例和數據啊 比如說法國 他在徵收肥胖稅之後啊 法國青少年兒童的比例下降了20 就是比例下降了20% 而美國當你提升35%的這種一個稅率之後呢 可樂可樂的銷量下降了28% 所以說我方從邏輯和數據上 已經向您方清楚的說明了 為什麼當肥胖稅開始徵收的時候 這些小孩子他們會減少購買的食品 於是他們會減少他們就改善了他們的飲食結構 於是他方又有點疑惑 他方說那你方是不是在離場跳 離場跳的嗎 不是 這是我方在論證嘛 只有你改善了飲食的結構 你合理飲食 你才有可能把飲食這一塊的問題解決掉嘛 對不對 OK 那最後我們 那麼我們繼續看 對方便有一個東西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這糾結了很久 就是BMI這個值的問題 我方從一開始因為從WHO這裡得到的數據是兩個 第一個是因為他佔的比例高 肥胖兒童佔的比例高 第二個是肥胖兒童他有 他是從過去20年中都是一直在增長的這樣一個趨勢 所以說我方得出來一個結論 就是台灣的肥兒童的肥胖問題需要得到改善嘛 就是他方說了啊 不對這個計算方法不科學 那麼看一下科學是什麼 科學起碼我同類國家相比應該可以吧 總歸我台灣每一個人都是受苦伶仃 但是在美國青少年都是屎胎樓 所以台灣和美國他的BMI比值相比較的話 它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方才警覺了 不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應該重視到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他方最終最終 唯一的 唯一認為我方改成現狀的避害來了 他上次說 今天我們一旦對這些快餐這些素食收稅之後 那麼這些窮人該怎麼辦 這些窮人他們還能不能吃得起飯 首先表我方從一二三遍已經論證了很多 這些窮人他們不會吃麥當勞 他們會吃得飯 這些窮人他們不會去買甜點 他們會喝白海水 所以說對於窮人的擔心 你方完全不必要 而我方真正擔心的確實台灣這些 年紀還沒有大就已經變得很胖 長得像米西列輪胎的小朋友 對啊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探討以及關心的 謝謝各位啊 在比賽結束之後 接下來請評審為我們講評 首先請黃執中學長為我們講評 好 雙方變成這個 各位大家好 時間不早了 所以那個 我講評盡量輕簡一點 這張比賽講評起來並不會很複雜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從需要先開始 然後這張比賽一開始的時候 正方反方就對於 到底台灣有沒有這個肥胖的問題 先展開攻防 正方的意思是 我們的青少年肥胖的比率好像排名第七 反方的意思是 你那個排名都是用BMI的 然後這個BMI不太準 然後這個BMI不太準的時候 這個質疑質疑到比賽中間 然後反正方提出了一個回應 這個回應聽起來是比較靠譜一點 他說BMI不準他可以接受 好 可是呢 他說認為有七種人 算是他的所謂的不準的族群 那除了這幾個不準的族群之外 基本上 他原則上還是準的 不然的話 世界這個世界的衛生組織 就不會讓他來到標準 那這族群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練肌肉的 就是運動員 第二種是孕婦 然後剛才加了一種 有人骨頭很重 就像金鋼狼那樣子 然後做了亞特曼拉金屬的水 然後那股頭特重 所以對於這些人而言 實在是不太準 因為這個 這個BMI的確 人是有骨頭和肌肉 全部架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 除出來的質是不準的 不過一般的年輕少年沒有這個問題 青少年很少人那麼年輕 就被改造成金鋼狼 對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他認為BMI大致上還是準的 好 只是 那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這時候 反方還要說 那個 BMI有什麼其他的例外的話 那可能就要輪到 反方負證責任 來證明這個青少年 練肌肉的 懷孕的 會變成金鋼狼的人的比例是不高的 那在這個階段我是可以接受 就是 正方在一個程度上 做了他的舉證責任 然後就是他已經找出他的例外 然後在一般的常識裡頭 我也可以接受 的確好像這個 這個 一般人 青少年不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 舉證責任轉成反方 就變成反方 如果要進一步攻擊他的不準的話 他可能就要開始主動提出一些證據 在正方沒有提出之前 反方的攻擊是有效的 那這個我可以接受 好 然後在與此同時呢 正方在他的需求畫了第二道 第一次就是說 就算 他希望前面那個攻擊是有效的 而就算沒效的 還有一個啦 就是說就算人少一點 那胖子還是胖子 胖子少一點 這個 這個都是好的 所以就算胖子的人數沒有像 就像 因為算不準 所以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可是就算 就算 人數少 那減低 瀕臨 絕種的胖子也是好的 所以對他而言沒差 他是用這兩點來算 他這兩點來說 對於正方而言的 對於反方而言 我看後面的進一步攻擊並不多 他還仍然有舉例啦 說還是有人比較悲催一點 比如說年紀輕輕骨頭 密度就很高 對 可是這個對方人 不太能夠再讓我覺得說 BMI有不準到這個地步 而且事實上我覺得 即使是不講這個能力的例子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由於他已經被世界組織所採用成為標準 所以其實在BMI這個點上 你懂嗎 就是需求性上正方負取正責任 因為正方變動現況 可是BMI作為一個現行所採用的肥胖標準的時候 如果反方要推翻這一點 是反方要變動現況 其實在這個點上是要負取正責任的 OK 好 那第二條的攻防呢 是在根屬上的攻防 反方的對於根屬上的攻防 提出來是第一個 他認為不對啊 這個 這個造成肥胖的理由有很多 那你有多少人是因為這個吃垃圾食物 有多少人是因為別的理由 比如說不兩位你是習慣呢 正方後面的回應是他念了一大堆 雖然那一大堆的 我最後一點是最不可解 就是說你說為什麼 就是說你是習慣造成肥胖的理由很多 比如說多吃素食啊 那個多吃素食 最後一個是節食 我聽不太懂 不知道為什麼節食會成為他們肥胖的理由之一 我還聽了兩遍 我確定好像最後一項是節食 對不對 其實我不太理解 不過那屬於個人的好奇心啊 跟那裡在沒什麼關聯 意思就是說 也就是說如果你 我沒聽錯 因為剛才我還跟燕你在商量 我們想說有沒有可能是 聖節食那個節食 好那如果不是這件事情的話 那意思說這是一件很悲劇的事情 代表在前幾名的肥胖理由當中 有一些年輕人是因為想變瘦 所以變大了 我不是說指引的數據 我不是說這真的是這件很悲慘的一件事情 因此舉下你把傷心累 然後所以OK 那到底有多少 然後你有正面的那個排序出來 所以我認為說OK 你可以證明 主要在台灣 新少年肥胖的原因 好像真的是根據飲食習慣 因此 需要OK 解決OK 比賽進入制度的程序 對方對於解決力有提出一個質疑 反方的質疑是 欸不對 就算你禁止糖分的吸收 可是因為它主要關鍵在熱量 降低糖分的吸收只會降低3%到4%的熱量攝取 那可是關鍵還是在熱量 然後正方的回應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因為照正方的角度它其實所有都要緊 不是只有糖而已 高熱量它也要清智 那同時呢這個地方 雙方有一個資料上是沖撞 可是雖然有沖卻沒有撞 就是資料後來我聽到正方講說 好像少喝一罐糖湯的飲料 就可以減少一點幾倍的回放的機會 那顯然就跟剛才他們所說的 糖量就算糖類攝取降低 也不會影響到你這個 是不是就真的能夠減低 這兩個例子是不一樣的 不過無所謂 因為它並不算是你們在台上交鋒的重點 所以我認為如果就看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接受就是 解決力上好像正方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解決 然後最後呢進入損益比 損益比倒不是說進入損益比 也是說對方會提出一個別的利益 與你做抗衡 那反方所提出的一個別的利益呢 我個人還算蠻欣賞 就是他說因為低收入的人 在往往是垃圾食品的主要消耗對象 所以呢這樣其實 就是摳了這個垃圾食品健康 就是摳了肥方水 就剛剛不是很公平 在這一點上喔 我個人的理解 我講一下是個人理解 個人理解的意思就是 我講完這句話的後面那一段 不列入判決 就我覺得這個地方的理解 這個地方的全市喔 我覺得反方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反方的意思是 低收入戶值吃得起垃圾食品 好那正方的意思就很簡單了嘛 對不對對不對 我們的便當很健康才70塊嘛 麥當勞很貴 可是我是認為 我們的便當沒有那麼健康 就是我們的便當排骨便當 其實還是很牛的 並不算是很健康的喔 那所以無所謂 他說可是要吃健康的食物 其實是很便宜的 垃圾食物在台灣 其實在麥當勞也不算 並不算是一個低價的消費 可是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是反方 我這句話的理解應該要比較像是 垃圾食品 消費垃圾食品 是低收入者的主要娛樂來源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這些人有錢人你去買汽車買洋房 對不對 買大電視然後帶女朋友上館子 我們每次我們的痛苦啊 我們生活的樂趣就來自於吃冰淇淋啊 吃點炸雞啊 就是因為這是我們主要的遊樂的來源嘛 你有錢人去吃法國菜嘛 那我們以前我打牙計怎麼辦吃炸雞嘛 因為這是我的打牙計的方式嘛 所以我如果要對於我們那些比如說藍領階層 或者是比較辛苦工作的人 我釋放壓力獲得娛樂 多半都是吃不健康的食物 因為你要知道這世界上的美好的食物 人家有一句話很有名嘛對不對 這世界上美好的食物就是幾種 要嘛就是不道德 要嘛就是犯法 要嘛就是發胖 就只有這三種事情 就會讓我們感覺到美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最傷害到低收入士 就是你剝奪他的娛樂 我們是可以從中獲得開心的人 因為他有人很開心嘛 沒辦法吃垃圾的食品 可是因為如果要講到錢 那就在剛才的攻防就解決了 他的確麥當勞並不是一個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這個消費方式 所以這個地方被截掉 所以在我今天的判斷裡頭 我的最後論點分數是判給正方 那我認為今天這場比賽裡頭 因為我必須講說 因為雙方六位變手 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特色 所以其實帶給財財相當高的娛樂效率 那我就覺得都很好啦 比如說像我今天看到 就是在質詢中在我裡頭 得到最高分數的 像是正方的疑變 這非常害羞 我不知道你在害羞什麼的一個疑變 你有一個非常優勢的資料 而且是一個基本上可以 我認為可以打爆對手的 就是說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一下這樣 不好意思 那我要出拳了 然後打到你的成熟 那這個非常奇怪 我不知道你在害羞什麼東西 不過很好思聞是件好事 那相對有點反發 也有一個衝動的衝動節 OK OK 我覺得是OK的 只是因為你 畢竟因為我知道 感覺像是你展現出來的 並不會讓人覺得反感 只是因為你很在乎生 就是很在乎要討論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比較急一點 然後有時候講話比較投不責严 你說的話 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那一般而言 你一定有比較溫和的方法表示 不過OK 那雙方都相當的有 風格跟特色 那要讓裁判度過了一個美好的 那謝謝大家 那我講到這段結束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劉彥秉學長為我們講明 好 那我也是直接進入到論點獎明 那極尖正方的一個 一個所想要帶來的利益 我覺得應該是經過設計 過後有的結果 特別針對這個青少年問題 做解決 那後來體現的竅門主要就會在解決一個反應上 因為青少年相對於社會大眾有一個特性嘛 就是青少年的口袋裡的錢是有限的 所以他們的價格彈性應該相對於一般人會格外的高 也就是說今天肥胖稅 尤其正方間課增25%到35%的肥胖稅 對於那些沒什麼錢的青少年 也應該會大大減少他們吃樂車食物的可能性 因為他們的錢花光每個都花光了 那所以也因為這個竅門 那第二個竅門就是說他們在這個避害的舉證上 也不太需要去論證全台灣的人民 或是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有肥胖的問題 他們只要去真的傾笑給這個族群 他們有論證了是全世界的期胖 那這個設計上我覺得對於正方而言是蠻特別的 那往下講他們有一些額外的利益 那比方說你們講說收來的稅收有三個用途 那三個用途這個用途本身好不好 或者是說他背後能不能夠確實帶來一些效果 不在於今天主要討論範圍 今天主要還是在於避害的舉證上 就是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問題能不能被解決 是這樣子在工房的一個焦點 那反方主要工房的部分 一開始就是在於標準上的質疑 你去質疑他到底論證肥胖的標準 BMI是一個好的參考的指標 那我也是認為正方在舉出了這個 因為事實上正方幫我成長 你也認為BMI是有缺陷的嗎 只是你認為說 那個缺陷不會體現在青少年上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概念 那之所以不會體現在青少年的概念上 原因是在於 所有可能會讓BMI失真的狀況 比方說有人練肌肉 剛好對到你們那兩張圖片 比方說孕婦 比方說這個 骨頭的這個 骨頭太硬了 有這個問題 骨頭太硬應該不是什麼 壞石 是用壞氣的意思 好 很冷 那你認為不會說在青少年上面 那反方對於正方的這個 這個回應的舉證效力 一直存在質疑 你認為這樣不算是一個成功的舉證 但我認為 這某種程度上已經算是一個成功的舉證了 那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所謂的 具有舉證效力 不是一定要證明 不一定是要證 一定是要數據上 或者是說 這個科學研究上的證明 我認為提出一種 經驗上的 的法則 它也是一種證明 所以它不是證明 青少年裡面真的沒有孕婦 或者青少年裡面真的沒有肌肉猛男 它是在證明 多半上應該沒有 經驗上比較少 好 那我認為在 在這個 雙方的舉證 畢竟都有極限的情況 而且它能夠做到這一步 我認為它已經 有負起一定的證明責任了 好 那因為裁判用經驗來去設想 不會認為正方所說 青少年應該不太在這幾個裡面吧 的證據話是很過分的 那這邊裁判的新證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回應 相當程度上是有效果的 當然它不是 它也不是 它不會是有完美的舉證 但我認為在效率上一定程度上 能夠讓裁判接受 它是 它是合理的 那往下看 就是 在另外一個部分 反方還做什麼樣的攻擊呢 反方做的攻擊 第二個部分就是在 你來質問它說 正方能不能夠矩陣 高熱量的 造成所謂這些 青少年肥胖裡面 高熱量佔了多少比例 那 事實上正方是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這個比重明確的有多少的 但正方講了一個 我覺得滿關鍵的概念 它舉的是那個 用 這個 這個 要變 考試考高分 可能跟我的 先天的頭腦有關 也跟我後天的努力有關 我雖然沒有辦法去論證 後天的努力佔百分之多少 也沒有辦法說明先天的頭腦佔百分之多少 可是我沒有辦法證明它在百分之幾 不代表它沒有影響 也不會因為我沒有辦法說明它在百分之幾 所以我就可以藉著來跟我老爸說 那 這個 我後天也不要努力念書 因為我不知道它沒有多少的幫助 我們能夠確定它有影響就夠了 而且 甚至正方認為它也不會是一個很小的影響 它甚至可以並列為前幾名的影響 那我認為這一個說法我是能夠接受的 再往下講 反方還有去做另外一個攻擊 就是說正方今天所要 帶來的一個制度所帶來的效力 是有問題的 你們所舉的一個相抗衡的資料 是說如果只針對寒糖飲料 或者是跟另外一個實體 另外一類的 我聽得沒有很清楚 應該是寒糖飲料跟另外一類的食品 課稅的話只會帶來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這個體重的減少 那正方馬上就說 他們事實上不是只有針對 你們講的那兩下 他們是針對所有會帶來 尤其是你們在意的脂肪堆積的高熱量 高油脂的食物都有課稅 那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也很快就結束了 而甚至正方在解決意向主動的論證 我認為他們有分三種方法論證 第一個就是從青少年特性下手 那我前面就承認我前面所講的一樣 就是今天正方在他們格外的論點設計底下 所能夠被突顯出來的好處 就是青少年價格的彈性是相對一般而言 會影響跟那個價格的波動會影響 它的差異量更大的一個特性 第二個是要舉法國跟美國的實力 也都有成功證明在課程誹謗稅之後 能夠帶來這個消費量的減少 三個就是簡單的經濟學原理 那我認為這其實各個說明 都有帶來效果的情況底下 我認為解決意是存在的 那最後反方還有提出什麼樣的避害呢 反方所提出來的避害 主要主要是在去打 對於這個窮人而言 經濟上可能會有負擔 可是這部分我覺得就像前面參議所講的一樣 我認為這個狀況在台灣比較不明 那西方的國家 或者說他們講澳洲的狀況 那可能會比較明顯 那台灣好像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也就會使得這個經濟上的負擔變得 變得不會這麼的明顯 那反方到後來 我認為你們其實還有做出兩個攻擊 可是這兩個攻擊 我正方事實上我覺得沒有處理得很到位 但是其實你們花的時間太少了 第一個攻擊是你們三面所提出來的 你們說覺得這樣對小朋友也很過分 剝奪他們一些樂趣 可是因為這本身這個說明就會 有一點我認為花費的時間不夠 不會讓裁判很明顯的感覺到 它是一個很不正義很不公平的事情 那正方所做的回應相對的少 就在最後一個質疑說 其實他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公義 我的錢也不是真的把它搶來 我有去做一些對小朋友有益的事 幫他蓋蓋運動場 某種程度緩和了政府這種霸道的形象 那第二個另外一個反方的質疑 我認為一定程度上對我而言也是有效的 可是我認為講的錢真的太少了 那個實疑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只是要單純解決青少年的問題的話 你憑什麼對所有人都可以買得到的賊方食品課稅 我認為這個對我而言是有一定效果的 就是因為正方這些所要解決的出現很小 可是你 可是事實上社會上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都買得到 但是這並不是你們今天認為有利益的地方 那這中間會不會出現一個在比例性上 你為了解決一小部分人的問題 就會影響到一大部分人的生活狀況 會我覺得會是一個疑慮 你們今天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但反方今天在這個點上面的生存時間非常非常的少 我覺得我們非常非常的少 那這樣子會讓才會覺得這樣子刻起來好像怪怪的 但是會有多麼多麼不能夠被接受的狀況 我覺得沒有被凸顯出來 是我覺得今天很可惜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我覺得最後的比賽判斷上 正方是能夠在虛根截止上都能夠得正的一個情況 所以把樂得判給正方 還有問題可以再找到的 謝謝各位 接下來請張哲耀學長為我們講的 主席評審雙方辨師這場各位大家好 那我們先看雙方制度的比較 正方要課增肥胖稅 那反方同學我好像沒有明確的聽到 但是應該是要維持現況 那我今天幾天來評了好幾場比賽 我覺得我發現我開場白常常需要揣測 反方同學今天的這個制度 到底是不是維持現況 所以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正反雙方第一輪質詢的那個手指 應該有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 就是要匡定對方的制度 因為我們說的損益比 你的利益是不是利益 避害是不是避害 是相對於對方採刑的制度而言的嘛 如果你的制度有賺錢 他的制度有賺錢 賺錢本身就不算是一個 我能夠主張優於對方的一個利益 也就不值得被納入損益比較嘛 或者是雙方的這個制度 都有某一種形式的這個成本 如果這個成本沒有在額外去做比較 說你有成本我也有成本 那成本也不算是我們可以納入這個比較嘛 除非我們可以明確的說 他的成本比較多 或是我賺的錢比他多之類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先確定 我們正版雙方的制度是什麼 然後才會知道雙方的制度 在事實的層面上 會帶來什麼不同的現象 那我們再來想辦法在這個現象上面 賦予自己的價值判斷 你說我這個跟他有某一個不同之處 而這個不同之處是我的長處 是他的短處 或者是對方可能在事實的層次上 否認說不會 我不會造成這個社會現象 或者是他要做一個相抗的價值詮釋說 你眼中的壞事是我眼中的好事 諸如此類的 那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第一輪質詢守直的時候 像是今天的狀況 跟好幾場比賽的狀況就是 我認為正方的三遍同學在守職的時候 應該要直接開中明義 很直接的確定說 反方同學你今天 剛才升論的時候好像沒聽到 但是您是維持現況嗎 除了您不特徵肥胖稅以外 那有沒有其他的改變的措施呢 比如說你打算要鼓勵青少年運動 補貼健康食品 額外做宣導 就好像我們拿肥胖稅 的稅收要做的這個支援的這個方式 支出的方式 也許他這個聽了以後 要覺得非常心向往之 從善如流 打算這個抄襲剽竊 我們的這個制度也未可之 那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大家還要再看著辦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是 大家先框定彼此的這個制度 才方便我們開展之後的討論 那既然反方同學維持現況 那我們來檢視正方同學的虛跟節損 正方同學的這個需要性呢 我覺得有兩層的這個轉換 第一層轉換呢 是台灣青少年肥胖問題很嚴重 所以要聽懂現況 這退一步來講呢 第二種是說 就算台灣青少年肥胖問題 沒有很普遍 可是青少年個人的肥胖 還是一個這個問題 不是社會的問題 也是某一些個人的問題 或某些小群體的問題 還是值得這個改善的 好先看第一個這個部分 這方同學的舉證說什麼 這個台灣青少年過重 排名世界第七 跟這個美國分庭抗理 可以說是東西方這個 互相回應 達到這個大陸真正一輩子多 好 那這個指標是什麼呢 一開始好像不是那麼的確定 反方同學上來確認一下說 你這個是BMI BMI呢 在設計上面有這個缺陷 對 所以會這個 某一些人 不是我們醫學醫上面不健康的這個肥胖 可是也會被這個算進來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正方同學這個舉證可能有瑕疵 不足以證明台灣的這個青少年肥胖 問題這麼的普遍 那正方同學的這個回應 前面我的理解跟前面的學長一樣 就是正方同學做了一個很積極的這個解釋 不是說一個積極的反正 是一個積極的解釋 這個說 這個我們是有這個缺陷 我們缺陷就會漏算的這個孕婦 跟這個肌肉這個密度強的 那反方同學當然也補充說 還有股密度高的 那肌肉這個很強的這個部分 正方同學非常想 當然有時候 台灣七少年沒人在練肌肉 非常是這個 道德不正確的一種講法 但是跟我的這個經驗法則實在是頗為吻合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這個 在這個辯論圈打滾了很久 所以這個生育辯論圈長育辯論圈 好像這個 接觸的這個人群裡面 應該是在我經驗裡面 是結構裡面是有盲點的 好像真的 不是那麼的愛練這個肌肉 所以 青少年是不是 練肌肉這個 沒有那麼這個普遍的 在我的經驗上面好像是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 正方同學竟然 有這個說 有 其實正方同學是有一些這個素材 用來輔助這個資料的 就是說 我們這個青少年根本就不服彥運動 不服彥運動 所以我們可想而知 他應該肌肉也不怎麼樣吧 難道肌肉這個 是可以靠不鍛鍊 不運動 就可以自己這個天上掉下來 從自己這個 自己身體上這個生出來 像是青春痘 時間到了自己冒出來 沒有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手上有這些素材嗎 所以說什麼 好像有一個報告說 為什麼他這麼肥胖呢 第一個是什麼飲食習慣不良 第二個是少運動 雲雲 對 所以我們應該有直接的證據 可以直接就說 台灣青少年根本不太運動 所以那種練出 浑身這個 橫練的這個肌肉 像是特隆那樣子 應該是萬中無一 所以不足以 不足以這個 不足以證明說 推翻我們這個 的舉證 那孕婦的部分 也很簡單 反正方同學 這一次站在道德正確地方 言下之意說 青少年應該不會搞到自己 懷疑吧 這應該不至於如此吧 難道台灣人新生活 真的這麼開放嗎 對 那 基本上這個 好啦 這個不多做評論 那總而言之就是 我認為 正方同學這兩輪 這個解釋 我認為態度是蠻積極的 就是 雖然這不是一個 直接提出的反正說 台灣人這個 運動就是這麼少 所以我們推斷他 肌肉就是很少 或者說 有一個醫學調查 就是肌肉就是很少 或者說 我們有一個社會調查說 台灣的青少年 根本就不會懷孕 或者是都不孕 或者是沒有性症 還是怎樣 不管啊 就是沒有這個證據 但是我們 在 在反方同學的這個態度底下 我覺得某種程度 他是 可以這個 可以把這個 舉證的這個負擔 再 再丟球 再丟回給這個 反方 那反方如果在 雖然在補充多了一個 古密度 但是 但是除了這個 反正同學 自己現身說法以外 這 也不是一個很 很明確 讓我覺得說是很普及的這個現象 以至於可以推翻 那個 正方同學一開始 世界第七的這個 舉證 好 那先割著 就說退一步來講的話 正方同學好像一開始 嗯 我不確定 但是也許一開始這個 守直的時候 覺得有點這個 說不清 所以直接這個 退一步來講話 因為那個 孕婦雲雲的這個解釋 好像是在這個 正義同學質詢的時候才出現 退一步來講 好 那就算人不多好了 難道青少年的肥胖問題 這個不需要解決嗎 很多人的問題 難道只有很多人的問題 才要解決 很少人的問題不要解決 肥胖的問題 本質上面 是問題 就應該要這個解決 所以我們只看問題的本質 至於問題的規模 那是我們是無所謂的 就好像青少年自殺的比例 就算不是很高 但是呢 有人自殺 我們就應該想想對策 大概類似這個意思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講法呢 因為是這個 呃 當面來這個 質問這個反一同學 所以到後來這個 反方同學 跟這個反一同學 有一個 一種這個回應 是說 難道說你看到 有好處就要做嗎 也就是說 你看到有某一些青少年 有某一種形式的這個問題 就等於我們應該要變動現況嗎 我認為 呃 我認為反一同學的這個提問 是一個 呃 很有力的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這個話 沒有把它講到完 我的意思是這樣 像我們舉說這個 打疫苗的這個類比 那那時候你這樣講法 打疫苗總是多多益善 那什麼疫苗都來打一打嗎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的 我們的說法是緊急於一個 刁難式的這個質問 說你講講看啊 但是在背後隱藏的一番道理 是我們沒有正面直接說明出來的 比如說 我們說 你這個拿到疫苗多多益善 什麼都打嗎 呃 不是嘛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成本效益的考量啊 對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面對一個這個問題 採取 因應的措施 採取我們的這個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不是只要看到說 有的這個解決我們就一定要做 難道政府的資源是無窮無盡 我們不需要考慮到 這樣做有效率還是沒有效率 值不值得 划不划算嗎 對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個有一個這個問題 這個發生 比如說這個下雨 下雨可能這個出去頂雨 對我們的人的健康是這個有危害 那我們要採取 面對這個外面下雨 要採取什麼樣的因應之道 那就是要看那個雨的規模 它的危害的程度有多麼的這個劇烈 才會確定我們的因應之道 是不是合乎成本效益 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合理的方案嘛 比如說雨太小毛毛雨 我們這個甚至不撐傘就可以出去 反正這個出門一下這個 沒什麼大不了 還覺得很浪漫 那如果這個雨大的話 我們這個不穿雨衣 也要這個撐雨傘 不然是淋著這個一身是很不舒服 對不對 如果說是這個 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比賽可能就要順延一天 大家都不要出門 蹲在這個交大宿舍然後祷告 希望這個颱風不要淹水 如果是龍捲風來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要 不但要躲在宿舍 還要躲在地下室 對 所以 我們 看到這個說我們有 外面有這個下雨 所以我們要躲在地下室 還是關在宿舍 還是 不出傘 不打傘 無所謂 都走出去 就是我們的因應方式 怎樣要有一個成本效益的考量 要確知我們付出的這個成本 採取這麼大的相應措施 是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就應該要 必然要參考我們那個問題的這個 面對這個規模 你不可能看到說毛毛雨 所以我們要躲地下室 就變成 反應過當了 對 這就變成不值得 不值得這個 考慮的這個選項了嘛 好 所以我覺得 反方同學的這個 道理是 應該要能夠明確的交代 來跟正方同學 好像說 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情 自為末節的都應該要解決 解決 考慮到課稅 它不是毫無成本的啊 變動 變動一個這個制度 必然是有這個變動成本的啊 你要考慮清楚嘛 不能夠這個 想說這個有做一點 對某一些人有幫助 就覺得說 錢可以這樣子亂花 當散財通子 不是這個樣子嗎 現在這個 拖這個 國際精英杯之服 現在全亞太變談 都已經知道 台灣的政府 這個財政之結局 健保的這個 生不可測 而且我們龍文長千萬百口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在這個前提底下 本來就沒有這個穩錢 所以隨便亂花錢 那結論是 我做我的這個 一個小結 就是正方同學 在BMI的那個矩陣上面 我覺得 解釋積極到 讓我覺得可以財性 台灣青少年的 北胖王問題 應該還是蠻普及的 退一步來講的話 就算不普及 能有什麼明顯的 這個大問題 那反方同學有一個 這個質疑 但是並沒有 構成相抗的一個 這個力量 所以我認為 需要性事故事成立的 那接下來是看這個 根屬性 那根屬性 正方同學就說 青少年飲食 反方同學也許有 別的這個變異 那正方同學 無所謂 反正就是拿資料 大家這個資料見真章 那我有聽到一份資料 是這個手指提出來說 你來看啊 這個第一名 是不是飲食習慣不良啊 第二名是不是 什麼運動啊 然後後來又 又有一份這個資料啊 啪啪啪啪啪 說作者是某某人 然後這個什麼 還十幾項啊 太多了 不算了 反正其中有六點呢 跟飲食有關 什麼喝湯飲料啊 什麼吃素食啊 吃快餐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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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言下之意就是 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有舉證的 真的是 跟青少年 這個愛吃這個垃圾食物 是有關係的 這 正方同學這個舉證 不禁讓我覺得說 正方同學之所以 把這個制度 衝著青少年來 該不會就是因為 他覺得在這方面的舉證 比較有把握 說有幾分證據 說幾分話 我如果跟他講說 我們什麼人的肥胖問題 都要解決 是不是會被他定到啊 我們的資料 就只說青少年 不然我就衝著青少年來吧 你笑那麼開心 我真的不知道 我說錯誤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 由於正方同學 在這個單點上面 我認為是 有備而來的 然後也花了一些 工夫做交代 那當然說 有的時候是在 三變聲論的時候 才做這個交代 實際不能說是 有點差強人意啊 差強差強人意啊 但是 由於 反方同學也 欠缺進一步的這個檢證 比如說 我覺得你那個報告 天啊太奇怪了吧 拿來給我看看 看看是不是這個造假的 嗯 雲雲 我們沒有這個 正面擊破他的這個資料 或者是提出 相抗的這個反證 因為我們的說法 還是比較是 推論性質的 或者是 嘗試性質的這個講法 那跟 正方同學這種 提出來 明確這個提出來的 一個這個報告 而且 我們不無檢證的這個 機會的話 我覺得正方同學在 根屬性上面這個證明 還算是有根據的 好 那接下來再看這個解決力 正方同學有兩種 第一個是推論 第二個是實證 推論的部分也是巧妙的 扣著青少年的這個身份 就是說 青少年的錢又不多 他零花錢啊 真真一點點 對不對 你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東西這個漲價以後 他就這個也買不起 那個也買不起 我們還不就 哈哈控制到他飲食的生活 對這是推論的部分 好 那第二個實證 就是說 什麼美國的這個資料說 什麼課三成五的稅消量 會跌兩成八兆 這是美國的含糖飲料 好 那法國的這個又是如何如何 肥 青少年肥胖比例也這個 下降了 好 那關於這兩方面的這個 推論跟矩陣 我也覺得 正方 反 我也覺得這個反方同學是 是沒有一個 明確能夠這個 擊倒很凌厲的一個攻擊 比如說那個 你法國的這個資料 是這個造假的 或者是美國的這個資料 你搞錯了 你誤讀這個資料 可能我外文比你好 所以這個你看錯了 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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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坦白說啦 正方同學講的 真的是一個蠻常識的東西 這東西變貴 你就會少買 對不對 尤其是對於窮人來講 變貴了他就更買不起 這是 相當的這個 想當然耳的這個事情 只是正方同學 也很 更想當然耳的 把這當成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是他 政策所要主張的這個解決力 相對而言的話 我們這個 不太可能在事實的層面 直接解導說 我們否認有這個現象的這個出現 我們比較有可能的選項 是針對這個 在這個社會現象 我們做一個相應的價值詮釋說 你以為你眼中的是好事 可是在我眼中 卻是壞事喔 那你就覺得說 他這個少吃東西 你就這個沾沾自喜 覺得說父母 以這個權位 就載至了他這個飲食生活 你沒有為這個青少年這個 早想早想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 在 這個 正方同學的這個 這個解決力 似乎在推論跟實證上面 都有某種程度的這個證明 這個前提底下 我們要進入這個 避害的這個討論 會不會有其他 額外的這個避害 誒 漏掉了一點 漏掉了一點 反方同學其實 有一個解決力上面的這個質疑 就是說 父母可能會這個 鑽漏洞 不應該說是父母有意思的 鑽漏洞 就是說 因為這個青少年吃什麼 跟這個父母的這個選擇 有一定程度的這個關係 對 所以說 青少年本身這個 可能 這個零花錢不多了 所以買不起了 可是那父母高興 就喜歡吃這個 垃圾 不是那麼確定啦 可能是 父母就高興買垃圾食物 給小朋友吃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吃得開心 要不然是 父母就是喜歡吃垃圾食物 找順便找了這個 小朋友一起吃 不知道 不是那麼確定 反正 反方同學的意思就是說 正方同學的制度 是可能有某一個 某一種程度的這個漏洞的 那正方同學 我並不覺得正方同學 很有意思的去想辦法 把它彌補起來 說 其實父母跟青少年的關係 也沒那麼密切 青少年是很獨立的 根本就不太聽父母的話 好像也不是這樣講 也沒有額外的這個解釋 但是 我只能夠說 就是 正方同學的解決力 是有這個破綻的 但是這個破綻 好像還不足以這個 直接摧毀掉正方的這個解決力 說這個破綻是很 理所當然 以至於正方的制度 行動虛側應該 好像沒有 好 那接下來進入反方同學 的這個 避害或成本 首先來看這個成本 不按草 那樣出現順序 不按我自己整理的順序 那 反方同學就說 你這個不管怎麼樣 你課稅 你這個變動現況 你會有成本 那正方同學對我這個 呃 所以我們怎麼會有這個成本不成本的問題呢 我明確的聽到正方同學自以為沒有成本 我覺得是相當之匪夷所思的 就是我們開增一個稅務 不管怎麼樣 我們總有一些立法審議的這個過程 這個消耗的資源是成本 對不對 這個法條 然後法律制定出去以後 這個稅法 他突發不足以置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開始這個 針對我們課稅的這個標的 要有相應的這個措施 要跟他宣導說 欸你以後賣這個東西要繳稅喔 我們會有宣導的這個成本 對不對 商家要配合我們政府的制度 也有一定程式 形式的老名的這個社會成本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商家可能會逃漏稅 對不對 我們還要去再去積查他 會有他這個積查成本 就是我 我難以理解正方同學 居然會認為自己的這個制度的變動 是毫無成本的 就算是反方維持現況 他也會有維持現況 所需要付出的這個政策成本嘛 那反方同學所質疑說 阿你這個成本能夠負擔嗎 言家質疑就是說 你說要課稅 你要先有一筆 激增的這個成本 付出去 以後你的稅收才會回來啊 那我們的這個答案卻是 一說我們這個 我們是課稅 為什麼會要這個花錢 第二種講法是說 你說錢從哪裡來 阿我課了稅 不就有錢了嗎 基本上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 時機 時間點上非常錯位的一個這個 錯位的一個這個答案 那反方同學在問 正方同學就說 阿我們來這個投資 這個投資某個 投資某一種這個生意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來投資蘋果 那反方同學就說 可是我們哪來的錢 來投資這個蘋果生意啊 那時候投資蘋果生意 獲利了以後就有錢啊 就是這個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完全沒有這個 對到是一個怪異的這個答辯 好那 所以我認為 至少在這個成本這個 在這個時間點的這個 單點的這個回應上 我認為階段性是有這個失分的 那當然反方同學 並沒有很認真的去 我們精精計較說 這個成本是大還是小 只能說註定是有 那這個程度是 是多強烈 就變成訴諸裁判 這個新增就變得很危險了 那正方同學在結辯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 說法我認為是很有意思的 我最後有採納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講這個 利大於弊 我負責獎利 你負責講弊 你沒講的弊 我就當沒有 那這個有點像是 刑事訴訟裡面 我們不自證幾罪 你不要以為 我還幫你論證一下 變動成本有多大 或是我們還有什麼弊 還沒講 我還要幫你補充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你的職責 我這個不要越主代豪 也不要這個幹自己 這個自討苦吃這種事情 我認為正方同學這個觀念 是這個蠻正確的 而且在結論上我是採納的 我是採納的 所以我是相信有成本 但是這個成本 好像不是天方夜談說 正方是無從負擔的 那凡方同學還是另外提出 這個兩個避害 一個是有關這個不公平 犧牲好像犧牲小我成 犧牲大我完成這個小我 大家都一起這個吃苦 最後卻只有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花朵 最後這個成長茁壯 其他老術卻要一起吃苦 然後一起凋零 有點這個 有點這個不太這個划算 但是 我的感覺跟燕米一樣 就是 我們在這個單點這個琢磨 篇幅 都不是那麼的這個豐富 尤其是我覺得 反方同學一開始就 很不恰當的被正方牽的鼻子走了 就是正方同學 大家就說 我們就針對青少年課稅 可是那課稅的標定 明明就是 人人都能買的這個食物品 可是呢 我們就說 我們就只討論青少年 結果我們就跟他討論青少年 就很實灰 對不對 那青少年以外的人 難道不是消費者不會 受到這個物價上漲之苦嗎 顯然也會 但是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意識到 所以到後來 要在這個單點上面 要板回一層的時候 我覺得時機跟 篇幅都不夠 都不夠 那另外一個點 是有關這個窮人 而且 其實窮人這個點 是必然存在 只是我們又說 是貧窮的青少年 所以這個 這個範圍的限縮 就已經相當之不利了 那我們就說 窮人這個青少年就吃不起 那這幫同學就 一 舉證 麥當勞100多 盒飯70塊 那再來 再者 東西文化有別 然後講了一個 飲食跟運動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覺得 滿新奇的 那但是 我認為這是一個 這個積極的這個說明 也得到這個某種程度的 也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 那但是我也提醒這幫同學 我認為這幫同學應該 對這個單點的回應應該 有意思的結合自己設計的制度 我們的制度裡面 對肥胖稅的支出 不是第三種是要補貼健康食品嗎 所以 垃圾食物這個變貴了 對 他吃不起 可是我們也相對的補貼健康食品 一增一減裡面 這個 我們這個貧窮的新少年 不是也會得到 一種這個新的選項 是減輕他的這個經濟上面負擔嗎 有一些選項經濟負擔變貴了 有一些卻變便宜了 相對來講 你很難說一定這個 輸好輸壞 就算兩者這個價格 最後拉到這個是 一增一減以後拉到相當 可是呢 前者這個不健康 後者健康 這對青少年來講 應該還是比較好的一種 這個選項 所以 我的結論是 正方同學的確說 我們台灣的青少年 好像肥胖的是蠻普及的 就算沒有那麼普及 也應該要改善 那他的這個 肥胖的這個成衣呢 經由他的至少兩份資料 說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飲食習慣 或垃圾食物 是有關係的 所以要針對這些標的這個課稅 他的這個作用 經由推論跟死症上面 雖然有某一種形式的這個漏洞 但是 好像還沒有破到這個 做 制度會做不下去 成本固然是有的 但是 好像在廠商 並沒有發揮那麼大的這個作用 那 至於這個窮人啊 或是不公平的這種這個 呃現象 反正我們這個 有一種這個 比較包裹式的這個 講法說 這其實也是這個 對他好啊 我們這個 這個父母不管做什麼事情 做好事做壞事 他總是這個藉口啊 這個 這個做娘 那畢竟是為你好的啊 你想想看 父母有哪一個 有哪一個父母是為了虧待自己的孩子的嗎 畢竟都是這個為你好啊 基本上 正方同學扮演這種這個 親情的這個 呼告 那 所以我這個相對而言 我覺得 呃 我也提醒說 這方同學在一些零星的階段性的這個 質詢答辯 比如說這個 呃 正義同學的這個答辯裡面 謊成的蠻厲害的 或是正二同學的質詢 也有一些 我剛剛提過的 有些怪異我認為 吊詭這個答案 所以 我最後的這個論點的分數 不一定能夠cover掉 前面階段性的這個十分 我不是那麼有把握啊 我不是那麼有把握 那等一下請主席宣讀 比賽的結果 謝謝大家 現在公布比賽成績 第一張評分單 正方99分 反方84分 正方勝 第二張評分單 正方94分 反方105分 反方勝 第三張評分單 正方97分 反方90分 正方勝 本場比賽由正方 澳洲悉尼大學以2比1獲勝 恭喜他們 本場比賽最佳辨識是 正方三辨韓鵬舉 恭喜他 本場比賽到此結束 請雙方辨識到台前握手